继续来看世界观 最上乡的最头社区生日五岛 乡亲五十学习交流 但是近日早日前期间 大家正善于出门 现在随着日前观察将将三百 在最上乡微信所谓记得之下 一条亲眼共着快乐 秋天普进 在社区温暖的电池 过来充分驾出家门 来自此自曼他的作品 看见最上乡最头社区生日五岛 乡亲这句学习把交流 在一前期间大家就出门 也因为在全台年线年轻日后 六岁来解放在最上乡微信所的指导下 一条亲人共着快乐秋风普进 在社区温暖来充分 我们在社区今天的活动 是配合最上乡微信所 和家伙中间 在学校的护理学校 谢老师带十五岁的学生来 这叫做高龄友善社区 三门社区的老高山 和我们社区所有的国平民 我们所有社区的人 主要有兴趣 今天在学校都会参加这段活动 这不是只有这段活动 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活动 社区为了活络这个社区 所以一直都有些活动去办理 那长者有时候坐在铁椅上 觉得很不舒服 那让他坐在铁垫上 他可以跟学生共同缝制这个椅垫 然后因为长者有时候势力会退化 要穿针不太容易 可以请青少年帮忙 那青少年也很少拿针在缝制东西 那可以让长者教导青少年 怎么去缝制这个椅垫 那也表示了尊重长者 然后我们轻盈共融 然后多元的学习 让长者走出来 国社保留经过咖啾风作 中备做出好心结 做出满意的作品 尽管了大家尽管 以及尽管满力 赛西新新闻超频道 最想象彩虹不得 我说每次苏元长来加义 就是要加义开拓 就是要加义精神 要加义继续往前走 去年的12月19号 宣布要促成嘉义有科学园区 那今天来宣布整个科学园区 所挑定的地点 跟未来的发展 科学园区啊 这一块积木摆上去 等于整个龙宫大县 架后能够完成 我想9月5号 对嘉义来讲 会是一个未来永远 必须要记得的日子 在15年后30年后 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 因为今天的宣布 代表嘉义往龙宫大县方向走 今天 条件已经不到了 我们 国际到家里设断 故宫南烈 也整个已经发展起来 我认识 这样一大发展 会速度对罗教兵的胜末 法传统的教材 要让嘉义做得好 我们嘉义要让 发展起来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参谱 嘉义科学人区 落脚在泰包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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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